菩萨广结一切资良 为的是要广度众生 如松法师开示 以菩萨的塑像 与阿罗汉的塑像作为比喻 菩萨塑像都非常的有福报 因为菩萨要度化众生 让众生离苦得乐 因为有了福报 你看他的世俗的烦恼就少了很多 今天他如果有因缘学佛的话 你看家庭也不会给他障碍 金钱也不会障碍 他要去布施 他要去帮助众生 他都有那个能力 你看他是不是无形当中 就能够进步得很快 所以我们才会讲到说 为什么菩萨 各位你去注意看看 菩萨所有的树像里面 菩萨都是带满了音乐 什么叫音乐 现代的名词叫做珠宝 为什么要带了那么多的珠宝 代表菩萨是很有福报的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比丘 阿罗汉身上一半剑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阿罗汉都是去脱波的 他手不持金银剑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塑像上的差别 很简单 因为菩萨要去帮助一切众生 所以他要广集一切之良 他必须要赚很多的钱 有很多的能力 他要去布施 他要去帮助众生 随时都可以拿出手 要想怎么做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菩萨才要修广大的福报 如松法师开示 菩萨需广集一切资良 才能够广度众生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振普 屏东采访报导